之前Mai Bai派過一期關於First Time 但是有一個First Time比所有其他的First Time才重要 First Time Subscribing Not that That's the one 但是除了First Time Subscribing 和Mai Bai以外呢 First Time 那我們要跟大家一起來聊聊 美國、英國、中國的First Time 我們在網上專門為了你們找到了一個全世界 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還多送了一個啪 4個啪嗎?時間比較久嘛 最早的前三位分別是 Austria 17.5 No.2 Columbia 17.4 最早的國家平均下來就是 巴西 17.3 現在就是最早的平均年齡排行榜上 發生最晚的三個國家 分別是 India 22.5 第二就是 Indonesia 23.5 最晚的最早的啪啪啪時間 就是 Malaysia 23.6 英國說是18.3歲 我覺得不是吧 我覺得英國平均年齡應該是比較年輕 但是不是每個英國人都像你這樣的一個流氓嗎? 真的 那是正確的 沒有 因為英國是有另外一個調查說明 英國人是在16歲的時候第一次啪啪啪 但男生和女生的時間都是那麼早嗎? 沒有 男生應該是比女生稍微早一點 男生來得快了 太快了 一般男生都先到 For the first time probably 他也是有一些其他的有趣的數據 比如說第一次啪啪啪有52%的人是後悔 那是很多 說完了之後有那種 I shouldn't have done it I'm pretty dirty I'm in shower I'm in shower I'm in shower 還有39%的人是夜行啪啪啪 One night time 然後呢還有67%的人是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哎呦熱鬧氣氛哪兒了啊 哎呦我一般都是隨時携帶 怎麼沒有呢 美國的話就是根據Pensley Institute的數據 就是男生發生時在16.8歲 但是女生也是跟英國一樣 是晚點發生時在17.2歲 你覺得那是正確嗎? 我反正是比較晚的 我可能是比較騙女性 反正我是沒有這麼早 就可能有很多人以為美國是比較開放的嘛 很多人可能看著美國的軟實力 就覺得我們是高中的很 Gossip Girl啊 其實是prong prong night I don't know who's high school tha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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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跟我的右手 就是很monogamous 你來到中國之後 你是覺得 年齡是 就是沒有看鏡子的老爺 應該是大學的年齡 嗯 記得我很多同學 高中就是父母定著他們 就是沒有辦法談 就是可能上了大學 他們就是可能自由嘛 然後就開始 有這種第一次 其實我也感覺中國在變 因為雖然多雷斯這個調查是說 第一次啪啪啪的年齡為21歲 但是在北京和上海 大家想的比較開一點 大層次嘛 這大 這不是老劉的層次 老劉是25歲才是 就大層次的話 就年輕人會稍微開放一點 包括我覺得他們家庭家人 也是比較想得開 畢竟我們是男生嘛 第一次啪啪啪 我們肯定要做一些準備啊 不能空手而來 可以 套套這個事嗎 你還記得你第一次買套套嗎 其實是我第一次的 那一年呢 我是一個16歲的流氓 其實我第一次用套套 不是我自己買的 啊 是我爸爸給我的 這真是尷尬 真的很尷尬 為什麼 我父母都會說 如果你要啪啪啪 你應該也會在你身上 我會說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爸爸為什麼 你還記得是什麼樣子的嗎 好像是杜雷斯那種超級安全的 可以接安全帶的嗎 超級安全帶的嗎 超級安全帶的 隨身寫敗 因為我覺得套套是跟槍一樣 Better to have and not need it than need it and not have it 我是自己買的套套 好像就是在我家附近的一個小超市買的 然後買了之後 我又沒有必要用啊 所以就一直放在錢包裡面 然後後面就無聊就會打開 然後看 就是什麼 噓噓噓 因為你不可能講到第一次才 第一次試 哈哈哈 因為在所有英國的便利店裡面 他們會把套套放在櫃台後面 所以你要主動問一下 多麼尷尬的事情 假設你想要 後面粘著一個老太太 I like the condoms, please Excuse me 啊 你的 condom 你給我 你給我 然後大家都會 啊 我會先買便利麵 所有其他的東西 我完全不需要的 就是洗髮水 襪子 套套 放在下面 有一些人會說買套套 跟買衛生巾 或者買衛生紙一樣 你不能光買哪一個 oh yeah 不然比如你只買衛生紙 like oh just this place oh they gonna tear up their bathroom nice yeah 有一點說 這個人這麼這麼猥瑣 對對對 你知道更尷尬的事情是什麼嗎 什麼 買套套加潤化劑 他就說 This man clearly thinks a lot of himself oh oh you need 潤化劑 oh you need extra large 但是你第一次買的時候 你真的不知道要買哪個 而且我覺得套套的這種類別 特別特別多 很多耶 各種各樣的口味 然後這個是加熱的 這是加冷的 這個是什麼 有咖啡因的 這個是震動的 我下次買套套的時候 我直接全部都拿過來 just like whoo 研究一下 I'm just gonna try all the things 還有這個就是可以 網上發光的那種 螢光的 Are you serious? Why would you want that? I don't know if you're doing an adult 星球大陣 其實我來中國之前 我朋友跟我說 覺得China特別特別傳統 但是我覺得 避孕這方面 他們是很放得開的 你去那個全家啊 有套套 有任何有什麼 一些工具 對 而且是擺在櫃台前面 一個很欺人的地方 我還好奇是不是會有孩子 誒 我要美妝玩具呢 I'm like No That's not for you 這個桌球好好啊 我們聊了一些 第一次買賣號 裝備有了 像你第一次正式出場 是在多少歲 16歲 16歲 好早啊 還行嗎 So early It's okay 好準時啊 咱這麼帥啊 女人控制不住嘛 是在我當時女朋友的臥室裡面 因為我們兩個人都是處罵 但父母在嗎 不在啊 It was very romantic Really? Yeah 因為第一次是 兩個人探索一個新的世界 Oh a whole new world 你還記得當時持續的時間多久嗎 其實我還好 不能說是馬拉松嘛 但是也不能說是快跑 It's a 5k It's a 5k 5k 10k Yeah It was good It was worthy of high-fiving over there 是吧 當時該幹嘛 應該是什麼樣的一個心態 因為兩個人要是之前沒有做過的話 你完全不知道是不是對的 Is it this beat? Is it pop-pa-pa 我怕怕怕怕怕怕怕 我怕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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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fraid like that like that kind of thing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很尷尬 但是兩個人一起做的話 你不知道我不知道 那沒所謂啊 其實沒有什麼尷尬的事情 唯一尷尬的事情是 那一些 like in and done 的人 但是我很幸運我沒有 我是把我第一次給中國了 因為我根本沒有想過會發生這個事情 在中國18歲過來了 然後待了半年 然後就是第一次發生了 但是我沒有去找什麼正式的前任 怎麼樣 其實就是有一天喝了酒 然後我就想把這個事物搞定 get it out of the way and move on 然後就跟一個當時算是熟的朋友 就那樣 沒有 時間還ok 不是特別長也不是特別短 就是一直在故意的想一些其他的事情 就是為了 I'm a respectable time ok 我記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當時是在他家 沒有床墊的那個床 就是木頭的涼鞋 當時我是躺著 他 嗯 就是在上天 發生完了之後就 Yeah I did it 吧吧 然後就我去洗澡 然後照一下鏡子 我看我的後背 會像那個chessboard一樣 這個這個多好呀 好多方塊都覺得我可以躺著玩相機 這個多好啊 第一次給中國 就可以玩中國的遊戲嘛 但是我不會覺得尷尬 因為我們都喝了酒 以後見不見這個人無所謂 反正就是搞定了就行 Dating的時候 我第一次才是比較尷尬 對 因為你真的很喜歡對方 然後到了那個環節發現不合適 就糟糕了 Yes it is 那當然大家第一次 是會讓人有點緊張的一個事 你當時最怕什麼 做之前 可能是來的比較早 我覺得是唯一的一個 就剛進了門 嗨嗨嗨 連一個照顧都沒打 就走了 但是當時完全沒有問題 我真的以為 因為是第一次 你從來不知道 這個感覺是什麼樣的 你可能會以為自己會來的很快 但是結果其實完全沒有 其實並沒有 Birds in the Beast的時候 你爸媽 就是他們應該差不多知道 你要到了那個年齡嗎 他們有跟你說什麼特別的 要注意的事情嗎 還是安全措施未必 他們真的是跟我說過 說了一次再也不提 還是她是進來回 她是說了一次就不提了 像我媽就是梅子坐車 車上有我姐姐 還有我弟弟和我 然後媽說 你們以後發生了沒有關係的事 很自然的 大家都會有的事 一定要帶好套 尤其是你 對著我弟弟 我當時也會說 為什麼我現在沒有關係 我現在沒有關係 好吧 今天我們聊完很多 關於第一次的事情 我們就先問問你們 你們覺得第一次發生的時候 最尷尬的一個事情是什麼 在評論裡面告訴我們 在這裡我們要特別提醒一下大家 不僅是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每一次都是要注意安全措施 沒錯 要對自己好一點 照顧好自己 其實有另外一個方法 也可以對自己好一點 欸,What's that? Come on,要不要 轉發評論訂閱 關注 像個招呼 這裡 像個招呼 哎喲,好多雙關語 我喜歡 第三位,你知道是哪一個嗎? Where? 這是澳洲 哦,安隆的國家 這是澳洲 哦,那是安隆的國家 最早的 哪個國家是最晚的 那你 最晚的也不是最慢的 United Kingdom 9 哦,US排名第13 中國好像是比較靠後的 23,29,30 中午排名第30位 主要說到的是這個 發生最早 平均... 吵局啊 這個... 平均... 平均年齡排行榜上 說到套的事情 這個雕場裡... 噗噗噗噗 說到套... 說到套這個事情 這個雕場裡面... 不要雕場 對,千萬不要坐在跟那邊跟... 對,千萬不要跟... 跟... 根據多蕾絲的全世界的... 對,千萬不要坐在那邊